大家都知道 全世界制造飞机的这些制造基地 在不在英国 不在英国 英国没有铜矿石 也没有铁矿石 工厂 现在的制造业的工厂也比较少 英国不愿意向外卖任何资源 我要提醒大家注意 英国连粮食都不愿意出口 我在英国建桥大学工作的时候 我出去玩 坐他们的高铁路 然后看到他们的麦子 我在国内讲了好几遍了 这个麦子一愣一愣的 就绿的 然后黄的绿的黄的 我说难道你们的麦子这么牛 这个麦子在春天 那个麦子在秋天吗 然后边上的人就告诉我 那个黄的是我们政府买下来的 就不重 只让它长荒草 为什么呢 要把土地的肥力留给我们子孙 我说那你们不出口吗 好多东西留给我们自己 绝不出口 绝不出口 这也就是他们的想法 他们的想法 英国出口什么东西呢 它进行了20年左右的创意产业 创意产业的打造 现在它是全世界很多创意产业里面的领军国家 比如说飞机制造方面 它不是领军的 但是飞机的设计 大飞机设计全在英国 要知道 它就靠这个设计的idea 飞机里面的利润的百分之二三十就被它拿回家了 然后我们大家天天都在看电视 你知道吗 你每一个 每一分钟看一场电视 你都在给英国人交钱 为什么呢 有可能你买来这个电视节目 或者是这个电视节目的版权 是从英国买来的 所以你们以后看达人秀啊 看什么我行我秀啊 都要小心 说明他们后面每天都在给 给这些 那个西方的创意产业大国 交copyright 版税 这就是英国的现状 美国也是如此 我们当然美国都耳熟能详了 这个现在的这个时尚业啊 这个不完全在 就是大众时尚业在美国 我们现在大家买手表 我们这里每个人可能很多人都买了一个swatch 这美国人的 美国人的 美国人创造的 保禄华啊等等啊 都是美国人创造的 重新再卖回给欧洲去 然后我们穿的牛仔裤啊 穿的平时的衣服啊 都是美国人的啊 然后我们天天喝的这个可乐 这个idea 这个这个秘方 也掌握在美国人的手里面啊 美国人手里面 我儿子就跟我说了 爸爸你喝的那个酒啊 都有一股子臭味 那我这个五粮液啊 和这个茅台啊 我也舍不得喝 拿过去闻一闻 他就觉得这东西不好 中国东西不好 那什么东西 我说妈说 儿子你什么东西是觉得最好呢 饮料什么东西最好 哎呀可乐最好啊 啊 然后我有一次 还他六七岁的时候 我说我儿子我请你吃饭 你点最好吃的 他说那当然是麦当劳了 啊 就是说这个idea都被他们夺走 那 好吗 所以以后大家要注意 那么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 就是说美国的创意产业的GDP 这个是呃 占比之约20% 这个是许道军教授跟我写这个论文发表的时候 他好像帮我把26改成了20 我想来想去呢 可能是他比我慎重一点 慎重一点 所以他往下拉一点 但实际的统计口径 统计口径 广义的 应该美国是25 26 这个是从这个我们的翻译材料当中得到的 那么在中国呢 中国呢 我们现在有各种各样的统计口径 比如说北京自己宣布是百分之十几 上海也有 有的时候宣布 我们有些讨论 有的时候宣布上海是百分之五点六 六点几 呃 有的时候更高一点 那广州自己宣布百分之十几 那浙江宣布自己的百分之五六几 呃 百分之五六 还有的地方百分之一二 这个呃 就我们这个圈内的 我们做这个呃 我们前年的上海的文化消费 是我们中心呃 做的 那么调研 那么我们认为呢 大概平均全国平均数是五 平均数是五 那么如果未来在三十年当中 中国有一个行业部门 可以发展到 发展到 跟美国齐平 只有一个 就是未来我们这些同学将来可以做的 就叫创意产业 就叫创意产业 你们每一个人以后多多少少都会跟他有关系 只有一个同学举手 但我要百分之百的跟你们说 你们的工作 百分之百的是在这个行业里面 如果现在没有这个意识 未来你们的竞争很 很窝朴 很难受啊 那么这个地方有四倍的空间 四倍的空间 现在四倍的空间 我打个直观的比比较给你们 就是你们今天去这个产业工作 五年 六年以后 你手下就有四到五个小弟弟 你们就是主管 就是经理 知道了吗 有没有人觉得葛老师说的对 你们升职的空间很高 马上升职的空间很高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第二个 你们现在进去这个行业 你们现在拿五千块钱一个月 如果这个行业总体的膨胀 四倍空间 你们五六年以后 有可能你们的平均工资 就会在这个行业里面 你们的平均工资 有可能是两万 平均工资有可能是两万 现在大家可能觉得 葛老师我不相信你 我不相信你 但是 你们把我的话记住了 今天我们有录像在这 看看是不是这样 看看是不是这样子 懂吗 有预见 有准备 五年以后就可能是真的 你们每一个人经过我们的训练 以后去宣传这些东西 去做这些东西 就更加可能是真的 懂吗 这就是信念的力量 还有idea的力量 idea的力量 idea的力量 懂吗 更有胜者 你们在这个行业里面 是最容易产生个人工作坊 个人性的小公司 做大事情的 做大事情的 所以你们当中产生百万富翁 千万富翁 亿万富翁的几率非常高 前天我有个学生 本科省 成立一个影视策划 编辑公司 两个兄弟 租了一个小办公室 然后就开张了 开张以后 他说 葛老师 我父母给我两万 给我两万 我只能坚持六个月 坚持六个月 我六个月以后 如果不成 我就关门了 我说我先 来来来来 葛老师马上给你出个主意 你搞一个盛大的开张仪式 开张仪式 这个仪式呢 你请一个 你的过去资助过你的这个企业 做你的赞助人 做你赞助人 然后再请十个左右 像葛老师这样的 再请十个左右 你的同学已经就业 而且这个拿工资五千以上的 通知他们 葛老师的给你的分子钱 是五千块 然后每个同学 他们至少的分子钱 让他们自己考虑 结果他一下子通过这个创意活动 他又收到了四万块 这样他可以再坚持十八个月 再坚持十八个月 这就是创意产业 懂吗 先把自己创意出去 懂吗 你们以后这种机会非常高 而且你们承担了伟大的使命 再也不要你们去到街上去使那个针 交给马路叔叔 你们的伟大使命 战胜美国的伟大使命呢 和我们的南海战士是一样光荣的 南海战士拿着枪站在那边站岗 你们的伟大使命是什么呢 拿着语言为祖国站岗 对美国喊话 对越南喊话 对越南喊话 对菲律宾喊话 搞一部电影 让越南人一看就哭了 我们中国是跟中国是友好邻邦 这就是你们的伟大使命 懂吗 真正的最伟大的 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 真的是在你们身上 所以今天的创意工坊也很重要 然后呢 我们还承担了一个 在高校完成 高校靠创意产业才能完成转型 高校文科系统啊 你们每一个人进上海大学文科的时候 我每次去给你们上课 我们的同学 我说同学们请举手 谁愿意选中文系的 都不选 都不选 谁愿意选社会学系的 哗 七十几个人 然后说中文系不选 你选一选 去教老外英语 这个我们中文系 还有一个很牛的 叫教对外汉语 这个基本上我们出去的本课生都是教 美其名曰 对外教英语 对外教汉语 实际上是对外教英语 你们这个行大你们来 哗 举十几个人 然后我今天刚才上课的时候 我也下去考察了一遍 考察了一遍 我看看同学们对我们这个课是怎么准备的 我跑到那边一看 一个同学在学日语 哎呀 拿了一本日语教材在那边看 哎呀 我说这个准备的真好 在我们中文创意写作工坊里面看日文书 然后我又一看 还有一位同学在背英语单词 哎呀 我说这个也很好 背英语单词是为了准备汉语创作 然后我再往那边一看 还有一位同学准备了一本小说 哎呀 我终于放下心来了 毕竟还有文学爱好者带了小说来了 这个我还不知道是中国小说还是外国小说 哎呀 最好是这个 这个这个 中国小说 我们那有没有人关心小说 我现在再问一个问题 有没有人知道我写过哪些小说 有没有人知道 快举手 我还有一个书要送给他 哎呀 又有一个 我不要那个 对对对 你已经拿到一个 好 上海帝王和财道都已经要拍电影 这个宝利波纳拍了 拍完了以后你们就为老师骄傲吧 然后我呢就作为一个楷模 哎哎我就是上海大学创意学座中心出培养出来的老师啊 我就是上海大学这个大创意工坊培养出来的老师啊 要这么看懂吗 以后你们说我的师兄是葛老师 后来呢他从师兄转化成我们老师 我是他培养出来的 我要送一本我的老的书 这个文学史学能送得出去吗 一本我最为 我最认为伟大的创作 我的伟大的作品 但实际上我的研究生 我想我的研究生可能只有十分之一的同学看过 这个是我们高校 我们以后高校的整个文科 再也不要听人家说 文科你们没用 哎你们学哲学干什么 学哲学把你们变成傻子 所有的哲学家都是傻子 连鸡都不会杀的 那你们学文学干什么 学文学变成疯子 学历史干什么 变成老古董 连老婆都找不到 不是这样 以后文史哲很厉害 承担整个中国创意产业的这个发动机 高校只要有了这个creative writing 观念改过来 文史哲立即就有用 好吗 好 现在我们要纠正两个偏见 我们很多同学说 哎呀我已经中小学都被老师 骂透了 我一写作文 我一到作文课上 我就心情忧郁 心情忧郁 第一个是写作能力能不能教 老师今天我想告诉大家 写作能力一定是能教的 我自己的体验 严格林的体验都是这样 每一个细节性的技巧 我们都可以学得会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 成为这个创意写作家 第二个创意写作 人人能做吗 以前大家都说 哎呀这东西要天才 要天才 郭敬明是我们上大唯一的一个天才 十年才出一遍 但是同志们 现在马上又出了一个王若旭 王若旭 我跟你们说 我们今天这里面好几个小作家 好几个小作家 我们郑周明 他的小说已经发表了 我们待会儿我要介绍雷勇同学 雷勇站起来 他在一个公司里面写作的idea 人家公司老板说 葛老师求求你 让雷勇在我们这实习吧 实习吧 就是很厉害 他也写小说的 我们还有朱哲同学啊 几个人都在写 都在写 写得非常棒 写得非常棒 我们的刚才 给我们做服务的财务总管 他一分钱不要的财务总管 这个天下南早 叫杨清泉 他马上要到那个 马上要到澳门大学 去做这个拿薪水的 Working for Dr.Digree去了 也是很有idea的人 他自己创造了一个 叫美丽华府 饭店 饭店 马上就要在上海崛起 九月份就要盛大开张 真的 是他领衔 当然是我们团队力量 这个idea很好 这个 人家那个 老总啊 很感动 还要跟我们签一个 长期合作协约 要支持我们中文系 发展创意写作学科 我听了也很感动 当然到现在还没跟我签 现在我们来看看 为什么我们对前面 两个问题的回答 是我们这样想的 是这样想的 因为 我们有两个东西 两个理论支撑 第一个叫自我发掘 每一个人都要成就你自己 你就成为一个创造的人 创造的人 为什么 因为你自己从来跟别人长得不一样 你的掌纹也跟别人不一样 你的声音的这个声带跟别人不一样 你的眼神跟别人不一样 你的头发跟别人不一样 你就是一个独立的人 把你这个不一样的东西展示给别人看 就是创造力嘛 就是创造力嘛 但这个创造力什么地 什么时候lost呢 什么地丢掉了呢 丢掉了呢 都是被你们的父母迫害的 父母经常说 别人那么好 用别人的标准来要你们 standard的要你们 你们就变成像别人发展了 忘记自己了 老师也是这样 所以到了我们的创意写作工坊里面 要把这个东西扔掉 回来找你们自己 找你们的梦 找你们的性格 大声地吼叫一把 我是我自己 别担心 这个吼叫 一百年前 郁达夫都叫过了 郁达夫说 我是我自己的 我是我自己的 你们给我钱我也不要 给我名誉我也不要 我要做我自己就是作家 他就成了个作家 成了个伟大作家 好吧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们在我们的过去的 五年的研究当中 我们研究类型小说 研究创意写作 最后发现了这样一个东西 叫做创造性成规 大家都知道 每个行当都有成规 这个大家都能接受 每个社会都有成规 大家也能接受 我们出去开个汽车 也都有成规 像左转像右转都要规定 但是创造性成规 大家可能不知道 但是我打个比方 下围棋 围棋的那个规则很简单 每个人都要遵守 但是一遵守他 你下出来的棋 有没有到现在为止 全世界 一百年的能够记录的棋谱 还没有一盘是一模一样的 一盘是一样 就是你学会了这个成规 就能做创造性的工作 创造跟别人完全不一样的事情 大家懂了吗 叫做创造性成规 所以这个东西在我们这儿是可以训练的 然后呢 大家也别老 好像我们做创造 我们要处理四个问题 创造就是无 无规则的创造 要创造和传承 有必然规律 所以我们写作中心 做事情的时候 第一步就是做调研 全世界top ten 这个航大里面top ten 把他们的经验拿过来学习 我们全部学习一遍 叫先找传承 再创造 第二个 创意和写作 千万别把创意写作变成写作 千万要记住 创意写作的关键是创意 把你的idea拿出来 拿出来 写作让工坊大家去做 把你的idea拿出来 在工坊里面 所以每个人都要做积极的劳工 这个 我在澳门大学的课 这个工坊里面有劳工分 劳工分 劳工积极的人都有分 而且基础分 课上发言 拿出了一个idea的就八十分以上 基础分就是八十分以上 不用你动手 不用你动手 这个是第二条 第三条 文学性写作和非文学性写作的关系 大家千万不要以为我只有做作家 做那个纯文学的作家才是有意思的 不是这样 我们要想今天的文学写作 如果不能给你带来产业化转化 不能给你带来现实的成功 就不叫写作 不叫写作 你们要一定要像你们的老师那样 就是我宁可向市场去要钱 我宁可告诉别人 我的书有多少版 卖了多少个copy 也不要告诉大家 我遵守了什么样的伟大的写作理念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类级的作家 人类级的作家 首先是让人读的作家 如果你把作品写了以后 数字高格一百年以后给人读 不叫作家 所以呢 千万不要瞧不起产业 我是觉得每一个人都要结合你们未来的工作导向 去成为一个有创造力的人 然后呢 是要分歧写作的规范和类型规律的深化学习 这个的确是有作用的 在写作工坊里面 首先我们每个人要找一个自己模仿的对象 写作工坊啊 所以在我们这儿学习的过程 先找模仿对象 第二 分析和研究模仿对象 第三 找自己的idea 好吗 好 现在呢 我们 要重复一遍 我们要两大视野 第一个创意特性 第二个 产业视角 这两个东西要脑子里面 牢牢的记住 所以我们这次请的专家们来讲座 不完全是学者 也不完全是作家 主要是产业领域里面 非常 非常前沿的人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 另外呢 我们现在来看看 创意学科 如果你们来做这个事情 哥老师 我有前途吗 以后我升学怎么办 留学怎么办 我告诉大家 创意写作学科 在国外是文学系 文学系的主流学科 国外的文学系都叫创意写作系 有的叫Program 都叫创意写作系 所以你们来我们的工坊里面 这个经验 你们拿到优秀 对你们将来到美国 美国现在有四千个左右的创意工坊 授予本科硕士博士学位 英国有八十所大学 授予本科硕士博士学位 博士学位 所以你们在我们这 如果得到我们这老师的好评 拿到这个奖 对你们将来申请英国 我已经连续两年 为我们的文学院学生写推荐信 推荐到英国美国去学 Master Degree 就是Creative Writing的Master Degree学位 你们拿到我们工坊的推荐书 工坊的获奖证书 对你们都很有利 为什么呢 在中国没有这个学科 但是在国外非常发达 在国外学成归来 学成归来 你们有没有人对影视行当非常关心的 现在上海SMG招人 主要已招美国和英国 而且最喜欢的是英国 回来的Master Degree的 Creative Writing Master Degree的人 就是你在英国读的是这个专科 学科 然后回来 最容易上手 最容易上手 而且跟海外打交道非常快 所以这个学科肯定对你们大家 是很有用的 很有用的 我们还没有 我们现在要下定决心 在上海大学要做第一个这样的工坊 第一个这样的学科 所以要说上海大学能不能成功 就在你们身上看一看 最后我们的评奖作品怎么样 好吗 当然这一次我们是大呼噜的过来的 我们只好大家一起努力了 这个是我们说的 创意写作的具体的一些分类 就是说呢 我这里所列的这些个课程 课程还不是最主要的 而是大家一眼就看 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还有什么作家障碍 创意活动组织 管理 还有这个自我发掘 这些课程 这些课程 像美国的性别写作 地方写作等等 这些课程在我这里没有列出来 但是在我的博客上都有材料 我的学生都做了 就是英国澳大利亚和美国的 创意写作工坊的 所有的比较的材料 大家在我的博客上都可以看到 这个博客上的材料 大家可以下载的 放在自己的资料库里面 为什么呢 将来你们想升学 到美国澳洲和英国去升学的时候 按照这个案图所记 找他们的导师去联系 非常方便 非常方便 而且排名都做好了 好吗 就不多讲了 因为我的时间只给我一个小时 那么工坊制的特点是什么呢 大家在这里面 千万别等老师来教你们 因为老师也是不知道干什么的 真的不知道你们要干什么 老师也不知道你的 就个性 也不知道你的个性 也不知道你未来能写什么 懂吗 所以呢 这儿只有同僚 老师跟你们一起写 老师最多凭他们的经验 给你们做一些评判 千万别等老师 等老师就不成为创造了 老师也不会来逼你们 懂吗 甚至有可能到最后 有些同学只是教了一个中学的作文给我们 也不会来逼你们 为什么呢 创造创造 一定真的是你想做这个事 所以呢 这个课如果在小工坊里面的话 我们就是做游戏 就是聊天 就是聊天 就是做各种各样的心理释放活动 让你成为你自己 还有呢 千万不要自卑 我刚才问了两遍 有没有想成作家的 有没有想到创意产业里面去做工作的 我们这儿这么多同学 怎么只有两个同学回答我 等到我们结束的时候 我们现在要求大家 现在大家跟我一起做 这个自己不是作家 对吧 还不敢做作家是吧 现在伸出你的指头 大家都伸出来 指你身边的人 告诉他 你是创意大师 你是创作家 声音大一点 你是创意大师 你是作家 你会写出好作品的 有没有人没有被指到的 没有被指到的举手 没有被指到的举手 举手 揭发一下 没有被举到的举手 有没有人没被举到 这个 这个我来鼓励你一下 送给你一本 这个你还没有被 这个别人只认为是 创意作家和大师 送给你一个礼物 一定要成为一个创意作家 创意大师 你就是创意大师 好 这个 没有好坏 只有特点 我们以后不会给大家评 不及格 不及格 在我这儿拿到及格分 都是很害羞的 很害羞的 我们要尽量把你每个人成绩都打得很高 打得很高 打得很高 然后呢 没有写作 只有创作 有的同学说 我不会写 我写的不完整 我里面还有错别字 还有别句 还有语法错误 行不行 没关系 拿过来 拿过来 只要你勇敢的交过来 就是创作 就创作 创作的核心规律就是 打破成规 只说只接受创造型成规 打破成规 所以语法错误也是你打破成规的方法 写错别字也是你的方法 我自己就经常写错别字 错别字 所以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所以现在呢 只要求大家 只要求大家跟我一起喊一下 这样的话 我要写作 就够了 现在开始 我先喊 大家跟我一起喊 谁有没喊的人 我要把他拎出来示众 然后让他单独一个人喊 我也看得很老的 每个组长都帮我看 我要写作 声音不够响 我要写作 再喊一次 要把声音喊到对面人 感到害怕 他们在干什么 最后一次 我要写作 非常好 非常好 下面 我很相信我们一定能写 下面我要告诉大家 从现在开始 不要学习做作家 每个人都要意识的是 我就是作家 脑子里要有这个弦 懂吗 前面有三个口号以后 你们就不怕了 然后呢 写作 没有idea 没有灵感 怎么办 怎么办 去想想你自己 天天都在担忧 天天都在渴望的 那个核心的心思 你活了二十岁 接近二十岁 你一辈子都在想的那个事 找到你那个事 有的人说 我一辈子都在想的事 我要一个恋人 好啊 去写啊 写你的诗歌 对着你梦想的恋人写 把他感动的哭了就好了 有的人说 我一辈子梦想的是做个将军 但是我现在成了一个文人 怎么办呢 去写一个将军的故事 将军的故事 有个人说 我想去做一个广告 做一个广告 我最喜欢吃的一个食品 我要给他写一个广告词 可以 拿一句话来 拿一句话来 核心的idea 设想你跟别人谈恋爱的语言 最有动力 设想跟别人吵架的语言 更有动力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去写 你就设想你再跟别人吵架 你要战胜他 如果你不知道跟别人怎么写 你就设想他是你的恋人 你要恋人续语 在他边上耳咕咕咕咕 说服他懂吗 就成了 学会跟读者吵架 学会跟读者恋爱 就成了 好 我的演讲结束了 最后我们再喊一次 我要协作 好不好 结束 我要协作 我要协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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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